台东转运站位于台东县台东市原台铁台东县的终点 2001年5月31日廢止后由台东新站取代该站地位 台东旧站走路历史后经过重新规划 在旧站整修完成原后车室改装成旅游咨询服务中心 2015年6月19日起正式成为台东转运站是台东地区的交通枢纽 铁花青聚落在拥有80年历史的火车一号工程升退后 摇生一变变为历史建筑 艺术 休闲旅游等多元文化空间 并将原本的铁路货运仓库变装为驻站艺术家的创作空间 不仅充分展现台东旧站的文化底蕴 并注入了无限的艺术创造活力 铁花春是观光局国际观点计划的第一个真实营运据点 是由台东音乐人和艺术工作者共同打造的音乐聚落 其中包含了铁花小库和在地发芽的假日曼事情 大家不妨假日的时候来这边晃晃吧 我们现在位于台东市北边六公里处的小野柳风景区 这里临近富岗浴港 是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最南端的风景据点 以单涉及蜂窝盐 豆腐盐 以及迅状岩等各种景象奇异的海石景观著称 宛如天然雕刻公园 造型多变库兹北海岸的野柳 因而得名小野柳 天气晴朗时 遥望东边还可以清楚看到32公里外的绿岛 是坐卧镜丝观海拼偷的好去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东南出门口 这里特别设置了游客中心 内有阿美区 海洋区 东海岸景观区及互动体验区等 透过多媒体互动设施 影片 模型及食物的展出 生动展现出东海岸动植物生态 人文及游戏活动 让游客在此即可体验当地的特色活动 透过影片的欣赏 更能充分享受东海岸的山水奇美 阿美族民俗中心位于东莞处杜丽处本部旁 占地约两公顷 包括户外表演广场和可供2000人观赏的户外看台 是体验阿美族传统文化的好去处 中心于1995年11月新建完成 主要建筑之寄屋和家屋是依据日本民族学家千千岩祝太郎 在1943年与花莲县光互相调查的指挥图 把花莲县泰巴老舍的技师著家搭建 走访这里可以看出阿美族特有的追逐文化 除了特色建筑外 民俗中心还有阿密斯法更乐团进食展业 手工艺品及体验活动 阿密斯法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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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海由離岸的小島與珊瑚礁海岸所構成 島上騎士分布 其中島上有三大塊巨大岩石 傳說旅洞兵與鐵管核心工程登臨石島 應而得名 民國76年完成八崗跨海步橋 橋長320公尺 橋上階梯也有320階 宛如一條巨龍撫落海上 強龍握坡氣勢壯觀 成為東部海岸的著名地標 橋下 峰矩 杜蘭堂場出木手結都是舊堂場閒置的建築 這裡集合了眾多藝術家的巧思 將空間規劃成為充滿藝術細節的環境 園內隨處可見漂流木的雕刻 以及鵝卵石與鋼筋所組成的藝術品 這個空間是閒置很久的 大概在快十五年 因為射擊是在地的人 做創作本身就是為了一些 我們自己阿美祖附落的一些故事 所以我們就留在這個地方